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欣欣 有很多的人在生活当中 喜欢通过去看一些面相 或者看一些手相 来看看自己的命运怎样 可能说有些人的手闻 它是特别的乱 就感觉这个女人一生当中是特别的劳碌 其实通过看这个手闻是看不出来 你这个人是不是劳碌命的 所以说如果女人身上出现了这几种痕迹 那证明你就是一个劳碌命 但愿你们身上都没有 今天跟着星星来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吗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女人 在咱们生活当中 经常为自己的子女还有老公 做一些好的东西吃 所以说女人身上如果是充满这个油烟味 还有这个洗衣粉味 这个女人肯定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劳碌 因为她要超时一家的吃喝拉杀用 大家都知道女人在结完婚以后 都是以这个厨房为主 有很多的人为了就是说 把握住老公都说要抓住老公的胃 所以说为了这个老公还有孩子 在厨房里面打拼 也是她这一生中的事业 所以说呀即便是你洗得再干净 出来以后呀 你这个身上还是有这个油烟味的 所以说在咱们生活当中呀 女人如果长期入厨房呀 可能这个油烟味就好像是 入到咱们体内一样 这样呢你是不是长期的 就是劳碌的这个命呀 这个洗衣粉味 你要长期去洗这个衣服 这个洗衣粉肯定在你的手上 会沾染这个气味的 也有这个流的这个气味 这样呢你肯定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呀 就是说洗衣做饭看孩子 这些事都是你的 所以说呀 这也是体现了女人在生活当中呀 如果有这个迹象呀 她肯定也是一个劳碌命 第二个呢就是一件衣服穿很多年 有很多的女人呀 她也不是没钱 而且呢就是说这一件衣服呀 她能穿上三年五年 其实现在的这种生活水平呀 无论是穷富可能每件衣服呀 也就是应激而穿 有很多的女人呀 她有钱就是不舍得 就不愿意在自己的身上投资 而且呢就好像是自己就是说 穿着一件衣服就可以 没必要去买很多的衣服 你想一想 你只为你的孩子和老公去买衣服 自己却不舍得 这样的女人是不是一个劳碌命了 肯定是显现的很劳碌的呀 第三个呢就是看起来特别的老 这到了这个结婚以后呀 女人就变成了黄脸婆 你如果是还不是对自己这个精心的保养呀 你要看着比同龄人要老的很多 所以说呀女人呀 如果看上去你的面相 比其他的女人特别显老呢 肯定你在生活当中呀是非常的劳碌的 根本也没有把自己就是看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呢这个女人看起来老呢 她在这个生活当中是非常的劳碌 肯定没有时间来对自己 进行那种修饰 而且对自己这种保养 其实女人呀要懂得对自己好一些 照顾好自己 你呢 你才不至于过得那么辛苦 过得那么辛苦呀 有人就说了你过成什么样子呀 都是你自己所造成的 并不是别人给你造成的 像这种就是说经常不舍得买衣服的 还有看上去比别人老的 你想一想 不是你的男人不让你花钱 只是你自己没把你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所以说呀 女人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呀 即便是到了老了以后 也要把自己保养的好好的 看上去呀 要比别人看上去更年轻一些 人活仪式也不可能再会来的 所以说呀 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要懂得保养自己 等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